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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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堆肥的時候呢 常常會去挖到像雞母蟲這東西 那 啊 販子呢 就是說 金龜子啊 或者 敲行蟲啊 或者像我們這個肚嬌仙 嘿 這些幼蟲啊 很多販子都叫雞母蟲 嗯 雞母蟲啊 他們會叫雞母蟲 就是說 他們抓到的時候 通常 喔 覺得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可怕嘛 對不對 啊就丟給雞吃 嘿 補充它的那個蛋白質 嘿 因為它呢是很 很棒的那個動物性的蛋白質 怎麼 它是很棒的動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呢 它給雞吃呢 雞可能就是 它肉質會比較鮮美 它雞可能長得會比較好 但是呢 現在呢 這幾年呢 我們養甲蟲啊 成為就是變成是學生啊 或者什麼時候 變成一種教育性的價值 因為甲蟲呢 是一種很特別的 它是完全變態的昆蟲 它呢 完全變態呢 就是包含四個時期 嘿 它呢 從蛋生出來的時候 蛋就像一顆BD蛋一樣白白的嘛 孵出來的時候呢 那個是 像這個幼蟲啊 小小一隻 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開始藉由吃腐蟲 然後它拖兩次皮之後 增長之後呢 再來呢 它會進入一個很特別的街道 叫勇 嘿 像這個呢 叫勇齊 對 它是畫勇 勇呢 就很像一個模子 嘿 一個模子有沒有 腳 現在都看得到是腳了嘛 對不對 它的翅膀是藏在這邊有沒有 它先收過來這邊 這裡有兩片比較大片的這個兩片 這個是翅膀 啊 這是頭有沒有 然後這掉之後 它裡面的體液啊 會重新全部再打散 嘿 身體裡面的東西 會全部再打散 那重新再塑形 所以我都說這個很像 鑄一個膜一樣 嘿 然後等到它呢 身體裡面的都 所以它本身就是會翻 就是如果成這個勇 狀態就是翻的 它這個勇的狀態呢 它其實就是不會動的 就是 應該說它沒辦法活動 它只能像腹部在那邊動而已 所以你們在那邊翻嗎 翻 對 它等於是沒有防禦力了 嘿 它這時候是最脆弱的時候 但是這個呢 叫人工勇士 是我們之後幫它做的 它們呢 正常會到土裡面啊 自己用自己的大便啊 混土啊 然後去壓出一個形狀來 就一個火圓形 比較硬的形狀 它會在裡面呢 就是進行這個化融的過程 然後化融之後呢 它等到裡面的東西呢 都成形了 就會把這層皮脫掉 想到這皮都還在 這隻脫的 皮脫掉之後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甲蟲了 獨角腺也是一樣 獨角腺也是一樣 因為它們都是這一類的 脫多久 這個脫可能一兩個禮拜而已 一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它會夾的 它們 它只有這隻腳會動 這叫頭腳 所以還不會 敲心蟲才會夾的 剛剛那隻敲心蟲才會夾的 那就在跑了耶 喔 我已經忘記它了 對 它變成這個樣子啊 它還有一段時間啊 它還等它身體成熟 它會等它時間成熟 它才會 所以它還沒有長大對不對 它已經長大了 有 它現在不吃東西了 等身體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成熟了 它才會跑出土表 然後開始活動 開始吃東西 這是甲蟲的部分 所以它都是這麼會脫 所以它就是 沒有啦 這還活著 它脫了 它脫了身體 腳的皮 它會等多久才會脫皮啊 這個的話 一般大概一兩年以上 碳種類 如果是獨角仙的話 大概是一個月 這個是南洋大兜 是我們亞洲最大型的兜蟲 所以它是生物的 對 腐植土裡面 就是像剛剛這個 當然 它想要往下 這一隻呢 是我們 就是 全世界 最大型的兜蟲 台灣的兜蟲 台灣的兜蟲呢 叫獨角仙 這是在世界上最大型的兜蟲 這是在世界上最大型的兜蟲 這叫長疾大 兜 圍兜兜的兜 肚兜的兜 肚兜的兜 兜蟲 兜蟲 這個呢 是世界上最大型的 它現在目前是要進入了 從這裡有沒有 到屁股 是18公分 那種18公分 18公分 這隻大概16公分 對 16公分 所以它已經身價已經不管了 像這種這麼大隻的甲蟲 通常都 大概 就是上萬塊了 就是 對 越大隻了 越貴 這個呢 他們呢 這種像這種國外的 在幼蟲期啊 在幼蟲期啊 幼蟲期 在圖裡面大概待兩年 才會變成有 然後再變成這個成蟲 它變成這個成蟲呢 它被它臭面大概半年 半年到一年而已 臭面非常的短 所以是看到它 最漂亮的時候 可以啊 這個都可以自己繁紙 但是呢 這個有啊 母的呢 就沒有這些雞腳了 母的就沒有這些了 母的就是 單純的一隻這樣 眼睛 相信這是眼睛啊 這叫蟲腳 這叫眼睛 這叫頭腳 喔 它整個頭就只有這個部分 它的位置是眼睛啊 哪一個是眼睛 在這邊 哎呀好可愛 你不覺得它很像 有瀏海一樣嗎 對啊 就在觸角就是 在後面 就綁個 綁個袋子 然後你還要去兩個眼睛 在後面 還蠻憨厚的耶 還蠻厚厚的耶 可是這傢伙其實很兇 對不對 對 對 他們其實就是很好豆的甲蟲 對 不要看它這樣子喔 OK嗎 所以它吃什麼 這個呢 我們成蟲啊 如果是一般我們用飼養 人工飼養的時候 我們都吃果凍 就專門餵他們調配的果凍 特別果凍 對 對 如果像用水果啊 像蘋果啊 香蕉啊 都可以餵他們 吃水果 吃水果 因為它頭會用力頂破你的皮 好可愛喔 這算是亞洲最大型的豆腐 這一隻可就 手不要下去玩了 你會把你的手夾斷 食物 再加水半絲 半絲 所以現在 老師可以 等一下他們會 再替他們布置一個他們的家 喔 這邊可以放進去 所以老師 這個 這個食物大概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知道說 你們這邊 腐質土 對就是 就是以你們現在中埔 現在最有名的一些 菇類的菌包 對 然後拌一拌發酵之後 做成的土 怎麼拌一拌發酵 就是把它打碎 菌包原本是整塊的嘛 對 然後把它打碎之後 然後成堆 然後就定期去翻 翻角 讓它去發酵 在空氣中翻角就可以了 對 然後你可能就是把它翻一翻 因為裡面的可能 發 已經發酵了 溫度真的高了 所以你必須把它翻出來 讓它發酵均 對 才會變成這個土 嗯 所以這就是 所以 所以雞母蟲 是永遠睡在食物裡面就對了 雞母蟲 他是在 他就是吃這個食物 他不會出來外面說 讓我們看得到 他通常在土底下 他有被關系 他看到光 他一直往下 他不要有光的地方 所以我帶回去要放在陰暗的地方 放在涼爽的地方 放在涼爽的地方 家裡練涼爽 不要照著太陽 要開冷氣給它吹 要開冷氣給它吹 對它夠好可以 對它夠好可以 所以我出來的是黑色那個 獨角仙 獨角仙 這是台灣的獨角仙 好 我們台灣自己有產 就是剛剛的那一隻 那邊有標本 喔喔喔喔 是 也很漂亮 對 那你把它拌好之後 自己裝一個 自己裝一個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再擦旁邊就好 嗯 對吧 就這樣子 有 然後之後 喔好可愛喔 你養出來就是獨角仙 可以做標本 喔 獨角仙本來壽命就不長了 變成成熟之後壽命就是不長 對 一定會死掉 死掉呢 甲蟲呢 它有一個好處是它有堅硬的外殼 很好做標本 嗯 是做標本最入門的 嗯哼哼哼哼 好可愛 好 我們現在要 要裝 裝雞母蟲 裝雞母蟲的食物 嗯 要幫我們佈置一個家 所以老師它會在裡面待多久 雞母蟲 這個呢 通常雞母蟲在圖裡面呢 是待十個月 十個月 然後呢 這個已經養一陣子了 這現在呢 大概只剩下 我們最後的一個步驟就是說 它最後會在裡面畫泳 大概只剩下大概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對 我們只要三個月之後 你就會有一隻獨角仙出現 所以我過年就有一隻小朋友 獨角仙出來了 所以我過年就有一隻小朋友 應該會先畫成泳 就是類似像那個階段有沒有 一開始說 對我同學 怎麼說泳呢 泳呢 如果不會弄出來的呢 就不要理它 等到它在裡面自己變成獨角仙 它自己會鑽出來 如果呢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拿回來 我們可以教你怎麼把它做成一個人工的勇士 沒有全馬沒關係 超紮實 做成人工的勇士 可以直接觀察 就像這樣子的人工勇士 那是我們人工自己做的 就是用那種沙花海綿有沒有 因為沙花綿剛好可以吸很多水 然後它可以保濕濕度 就剛好變成它的人工做的一個勇士 那如果它爬出來怎麼辦 爬出來 那你就 有一隻獨角仙啊 你就是換成養獨角仙的環境 你就是可能布置一些落葉 或者是用一些水摘 保持濕度 讓它變成就是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用空洞為它 然後這樣子變成了 一隻蟲 一隻獨角仙之後 它可以活多久 它大概可以活一個月左右 如果好好養 每天都供應它食物 其實醉酒也有人養到半年 哦是哦 所以它的吃人家 一天一個果凍球 也可以一天吃 差不多 它一天大概可以吃掉一顆 是沒錯的 它一天可以吃掉一顆 所以它那個 它 它是白天的動物 還是晚上的動物 如果變成獨角仙之後呢 它其實白天 白天呢 它其實大部分如果在野外 是待在樹上 晚上才會開始比較劇烈的活動 交配啊 或者開始 有沒有去挖樹皮 你在吃東西 幾乎都是在晚上 算是比較夜行性的動物 對 從這邊 哦 好 等一下來這邊選獨角仙 好 謝謝老師 所以老師他們是 每個禮拜都要灑一點點水 對 從上面比如用那個噴瓶 有沒有霧狀的噴瓶 在上面把它噴濕 每個禮拜大概噴一次就夠了 霧狀噴瓶 所以應該水都不用太多嘛 不用太多 但是你可以噴濕 可以多壓幾下 可以壓個五下左右這樣子 好 五下 對 然後每個禮拜就噴一次 每個要噴一次 對啊 嗯 好 謝謝老師 哈囉哈囉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我的新好朋友哦 它是雞母蟲夢夢 它是我從祖夢生居呢 把它帶回來的 嗯 所有的 所有的 昆蟲的 甲蟲 甲蟲類呢 它的幼蟲呢 都是雞母蟲哦 好啦 一打開我的飼養盒啊 就先發現了 夢蟲的 這個 有沒有不大一樣 它是腐植土哦 腐植土上面有兩顆 硬硬的 夢蟲它是吃土的哦 所以它大出來的 嗯嗯也是 都是土 沒有什麼味道 它就是土 不像成蟲呢 它會尿尿 因為成蟲它只是喝樹枝 所以它會尿尿 然後呢 聽說這是小朋友的最愛 齁 那我發現夢蟲送了我兩顆 好我們來看看夢蟲哦 夢蟲的寺玉箱呢 它是要有腐植土的 而且 我帶回來之後呢 每個星期 我就固定每個星期一 幫它灑水 因為它居住的環境呢 是在森林裡面 比較濕潤 濕潤的地方 夢蟲 夢蟲我們見客啦 好不好 哇 夢蟲好可愛哦 我的帥夢蟲 夢蟲 好我們讓大家看看夢蟲啊 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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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蟲在扭動身體了 你看到沒有 夢蟲說 嗯 生意夢蟲跟我 叫起來衝啥 好我們來看看夢蟲齁 你看她在張大 她的身體 在扭動啊 好為什麼要把夢蟲抓出來呢 是因為 那個今天我們要幫夢蟲呢 多拍幾張照片 讓大家了解夢蟲 夢蟲很可愛齁 欸 夢蟲應該是少數很愛 很愛毛毛蟲的了 好夢蟲一直在想說 誰呀把我抓出來 好跟大家介紹一下齁 來 夢蟲在 扭動身體的時候 其實也把她的身體的 一些東西呢 拍掉我們更能看到她齁 來 來我們把她的圖 你看 來看夢蟲 來這樣更清楚了齁 夢蟲呢 身體呢 分為頭部 腹部 頭部 胸部 跟腹部 你看她現在都捲曲的喔 因為她腹部 因為她腹部很很脆弱 所以她就捲曲來照顧自己 哇 夢蟲好健康喔 然後呢 夢蟲的頭部啊 來我們看一下 好 來夢蟲你來頭部給人家看一下 來 夢蟲 來 夢蟲 好我們看一下夢蟲的頭部 你看喔 夢蟲的頭部呢 是有口氣 就嘴巴 她就用這樣在吃東西的 還有大鱷你有沒有看到 兩個尖尖的大鱷 大鱷呢 她的大鱷啊 是吃土的啊 而且是挖土的 所以她是鑽鑽的高手 然後呢 當她整個完全變態成成蟲的時候呢 大鱷會整個退化掉喔 好 你看我都抓不住夢蟲 夢蟲乖 好你看她會有口氣 頭部有口氣 跟兩個尖尖的大鱷喔 然後我們再來看胸部 還有她的那個兩個小觸鬚 然後呢 好來有沒有看她出虛 咬她 好我們再來看看夢蟲的胸部 胸部 你看夢蟲的胸部有 六隻腳喔 六隻腳喔 這也不會不見喔 會跟著她一起 變態喔 好再來看看她的那個 腹部 腹部有個屁股 你看她的屁股 這個呢這一條呢 就是她的肛門啊 然後呢為什麼夢蟲啊 這邊都白乎乎的 只有這邊髒黑黑的 是因為這是土喔 這個是土 好然後夢蟲身上呢 是不是有一顆顆的 一個洞一個洞兩個洞 三個洞 這個呢是夢蟲的呼吸的地方 夢蟲乖 這是她呼吸的地方 好 然後呢夢蟲身上有一點點毛 這毛呢是她她的感受呢 這一個的那個 是她去感覺的地方 因為她沒有眼睛喔 她就用感覺 夢蟲你要真去哪裡夢蟲 嗯 好這就是夢蟲囉 那我們常常會說啊 我們要怎麼去 小朋友如果說她自己也想要去找夢蟲的話 怎麼找 看到沒有 夢蟲的那個 她的兩個熬 有沒有 她的兩個大鱷 很可愛哈 夢蟲說怎麼都不在我的土裡面 你要怎麼去抓夢蟲呢 嗯 在森林裡面就記得她們喜歡在陰涼潮濕的斧植地方啊 所以你們就是要去找 你可以由食物去找到她 或者是她居住的環境去找到她 或者是她的便宜 剛才您給大家看到 夢蟲的扁扁啊 欸 這邊剛好一顆金剛扁扁 有沒有這就是夢蟲的扁扁 很可愛 硬硬的一顆夢蟲扁扁 就從這邊變出來的有沒有看到 她剛好正在便便中 就可以從這些陣道去找她 但是呢你也看到了 她是在斧植的地方喔 有很多昆蟲啊跟蛇啊 所以小朋友去找她的時候要 保護好自己喔 要穿長褲 然後呢要穿 要穿長褲 然後要穿球鞋 最好還戴個帽帽 因為怕你在找的時候呢 有蟲子掉到了你的頸部喔 然後呢你要戴的是 飼養盒 要把你抓到她的時候 怎麼把它帶回家呢 還有呢 你還要再戴一個鏟子 才能挖掘喔 這就是去找夢蟲需要的東西 你看夢蟲緊張到便便呢 哈哈哈哈 夢蟲乖 不要緊張 夢蟲乖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夢蟲呢他們很可愛喔 他們是一個 呃 他們壽命只有一年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是會在冬天的時候呢 夢蟲好漂亮喔 突然覺得夢蟲便便完之後 就很安靜了耶 夢蟲好乖喔 他們是一年 他們會 他們是屬於一個完全變態的昆蟲喔 他們 爸爸媽媽呢 會在交配的時候呢 爸爸就過世了 然後媽媽呢 回到適合他們的地方產卵 夢蟲又便便了 他真的太緊張了 他突然想把自己變得很瘦喔 夢蟲不要怕 夢蟲別怕 等一下就讓你進去啊 你怎麼突然這麼想變瘦呢 所以大家有看到夢蟲的屁屁是一字形的有沒有 一字形的屁屁 夢蟲的爸爸媽媽把他生 媽媽就是爸爸會馬上過世喔 然後媽媽會長 看他適合生長的地方呢 產下大概 十二十幾粒的軟軟喔 一顆小軟蛋 然後呢經過了大概 十天呢 他就會變一靈蟲 就跟產寶寶一樣會有一靈蟲 然後經過一個月呢 他會脫皮之後變二靈蟲 再一個月他會脫皮之後變三靈蟲 夢蟲現在就大概是三靈了 因為他算很大隻了喔 三靈這時候呢 他就要拼命吃了喔 因為呢 他這個就會差不多呆了差不多 三靈蟲 一個月之後呢 他就要準備要結咏囉 結咏又是一個很痛苦的變態喔 他會在土裡面呢 鑽鑽鑽鑽鑽鑽 鑽出了一個泳 一個土式來 然後他在裡面呢 就會結成一個泳 結成一個泳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 簡簡很帥氣的 就要看夢蟲 他是公的還是母的了 如果是母的呢 他就是像個戴安全帽一樣 什麼都沒有 如果是公的 他就會有很大的 鑽喔 很漂亮喔 前面後面的鑽 那個鑽呢 是要他來 搶食物 跟搶女朋友用的 好 夢蟲讓我們看到他的屁屁啦 有沒有這個 這是夢蟲的屁屁 然後他成泳的時候呢 大概需要五到六個月喔 然後大概在夏天的時候 會常常看到 成蟲的夢蟲 為什麼我特別讓大家看這個呢 甲蟲類呢 他的毛毛蟲都是雞母蟲喔 然後像這麼大隻的話是 是獨角仙的蟲 是獨角仙的那個幼蟲喔 如果再小一點的 一樣有那樣子 有這樣子的山林的變化喔 再小一點的話 就是金龜子 那因為我們就有在養 有在養那個 有在種花喔 就知道說 嗯 金龜子的幼蟲呢 其實它是會傷害植物的根喔 會吃植物的根 而夢蟲呢 它是屬於獨角仙喔 這種大隻的喔 你若在土裡面找到它 你應該開心 因為代表說 你的你的土壤環境 是非常營養的 才會有才會有它們喔 它媽媽才會在裡面產卵 然後基本上呢 它是吃土的 它是吃土的 所以它並不會傷害到 你的植物的根莖喔 好 把夢蟲帶過來 看一下夢蟲 夢蟲 好可愛的夢蟲 夢蟲超可愛的 嗯 別怕別怕 嗯 夢蟲很乾淨喔 欸 剛剛有跟大家講啦 呃 成蟲跟幼蟲啊 的不同啊 成蟲它有漂亮的外殼 摸一下夢蟲 聽說怎樣摸摸腳 它就會咕咕咕咕咕咕咕 夢蟲很乖 夢蟲很乖 夢蟲乖 burnout 幼蟲呢 它是有腹驅光性喔 成蟲有驅光性 然後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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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蟲它看到的象征呢 只有說 成蟲只有那個大鱷不見了 它那個渐渐的大鱷不見 因為它不在吃土啦 但是它就有武器 要搶女朋友的武器 那这个脚呢是有需要的 还有它的气势都在 梦梦乖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哦 这就是我的梦梦 鸡母虫 接下来看它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看哦 因为我也不知道梦梦会变成公的 还是母的了